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张公,一名来自大陆的原创歌手 张公,网名疯狂老张 老张其实不老,1993年生人 2023年5月,刚满儿历之年的他 背着其他,带着父母、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踏上偷渡美国的道路 妈妈,你怎么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确实有点累 很累的啊 哈哈哈哈 一直没有在录视频 大家都已经到目的地了 我们 我们 我妈刚才体制透支了 然后 向导一直在帮我们 还有 坐完 都木舟 一直在那等着 睡了一觉 也没睡 没睡着 就开始吃饭 然后 卖完饭他就说要走 然后现在坐着皮卡车 这个走着有半个小时 然后现在 在这儿躲警察 我想要离开中国 可能就是说从我孩子上一年级吧 而且我们生活在山东啊 它是一个 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拥护 他们的一个省 然后我女儿从上一年级 就发现老师会经常让她 就是那么小的孩子 让他们被核心主义价值观 然后 你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我作为一名父亲 而且我正好我也是从事教育的人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如果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去成长 在中国时 张公创办了自己的其他学校 事业蒸蒸日上 新冠疫情期间 他在网上发布了一首名叫 唯的原创歌曲 厄运从此开始 当时写的一个初衷 就是我写唯的时候呢 更多的就是我走到大街上 所有的小区所有的门 都用那个叫铁皮给焊起来了 然后基本上没有一个小区 不被焊起来的 上网看了看 整个中国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 然后当时脑子里边就一直 就一个唯唯唯唯 但是现在21世纪了 还会有一个就是这么 就是庞大的一个国家 它不是强大哈 它能把这个 他们所说的十几亿人 全部都封闭起来 而且所有人都这么的 听话 没有丝毫的反抗 对我来讲这就是彻底的失望 我写唯这首歌写的是最快的 我觉得这都不像是我写的 我写完的第一段 就会写后面自然而然全部来了 我写整个这首歌 从我写完的那一刻一直到最后 一个字都没有改 没有改 我写这首歌十几分 也就是十几分 《围的镜头》是一把枪还是什么 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吧 《围的镜头》 这把枪 在中国枪的时候 谁手里呢 谁有权利拥有枪呢 至少你也是个党人吧 对 这就是《围的镜头》有一把枪 然后后面还有一段 就是讲的已经不只是说 他铁皮围到的东西 可能所有的思想都被他们围起来 但是把这些所有的你的这种想法 你的这种思想 你的这种追求自由的这种意识 围起来的是什么呢 《围的镜头》是一面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这首歌前两段是 《围的镜头》是枪 后两段后面是棋 那么棋是什么棋呢 对 就是那块红色的大棋 对 就是这个 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首歌 当时发上去 我是发在网上当时微信的视频号 发上去7个小时 转发量就20个万 然后 就7个小时接着就没有了 就此链接已失效 然后就打不开了 我就开始收到各种的这种私信 视频号里边的私信 杀我全家的 又是劝我去自首 又是干嘛 就有很多人开始恐慌 当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评论者 就是老张太牛了 就是个太喜欢的 这个围火了之后 他们拿那个大垃圾桶 很大的垃圾桶 把我的车子给我围得好有工匠精神 摆了两层 就是那车在中间 而且每个垃圾桶里边都挺重的 我自己都把它一个一个拉开了 至少都有三四十个垃圾桶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那天早上 其实摩托车正要去学校的时候 他们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本来以为他们是来学校报名学吉他的 然后他们说我们是个公安局的 四个人三个人 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然后就过去了之后 他就让我开学校门 开了门之后 然后就说 我们是怎么着 找你了解点情况 跟我回去配合一下 然后他们就把我带走 带走了之后 到他们那里边 他就拿了就A4纸 我估计至少都有七八十张吧 全是截屏 就是手机还有就是电脑的截屏 然后打印出来 维那首歌不是在国内的时候 它是七个小时就被封了 但是就是这七个小时的时间 有人把它录屏发到了外网 你比如推特儿 YouTube 然后外边就很多人也去转发 然后就是因为在外边 这个转发量比较高 中国以外的这些 在我们环境里面 他们也是不被他们允许的 然后他们就去找我 说这是这个叫什么国保 是国安直接下的这个指令 打到省里边 省里边直接给咱们县的 这个什么打的电话 然后直接来咱们这就是 还和我说 这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什么市的国安人员 我早上八九点钟去八点多吧 到那的 我都出来的时候下午两三点 从环台县公安局出来了 这有两个小时了 哎呀 第一次被叫去所谓的这个喝茶 所以说心情不容易平复 把我在那里边的那个YouTube Twitter还有那个翻墙软件都删除了 删除完以后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让我明天早上再去签一个认罪认罚书 张公来自中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我是出生在河南 河南许昌的一个小小村子 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民 然后呢我小的时候 我父亲就是和我妈妈 他们两个人就磨豆腐嘛 06年的时候呢 我爸爸妈妈他们就去了山东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附近有非常多的 就是去山东去卖葱花油饼吧 然后我爸爸妈妈也去学着做生意了 他14岁辍学 离开老家 第一份工作是到山东 从宾州沾化县的工地上搬砖 他也跟着父母卖过几年的油饼 他也跟着父母卖过几年的油饼 一天的话也就是能卖个七八十块钱 七八十块钱就赚个二三十块钱 卖油饼的时候 你像咱们可能就是从网上看到那些小视频 有人 城管一来都推着车跑 我跑这个跑了六七年的 城管只要开着车一来 或者一看到有城管 就是大老远看到他们 我们所有就是在路边推着三轮车卖 有卖肉鸭膜的 卖里脊肉饼的 卖山东杂粮煎饼的 就是这些人 然后一看见城管 我们推着车就跑 然后他们会抢东西 他撞到车上之后拉走 然后你需要去他的城管大队去取 怎么取 你就要 反而一样东西五块钱 不给你开票 就是我们 你看我妈妈 爸爸在卖油饼卖了十好几年 十五六年 就一直都是这么一个 一个状态 没有改变 我当时不想卖油饼 我都去那个叫工厂去上班了 我上了二十三天的班 然后没有拿到工资 我就和老板干了一张就走了 其实我在中国干过十几份工作 没有一个给我发 只有送快递 只有送深通快递的时候拿到工资 其他的没有一个拿到工资 那么现在中国的一个 就是说就业的一个环境 我所就是说了解到的 就我老家就说河南 其实更多还都是押一负一 就是说你第一个月的工资 是不可能发给你的 第一个月的工资是我要押起来 而且我不会给你任何的这种福利的 什么保险 什么 没有的 这个都是没有的 这就是一个最基层的 就是基层民众的一个现状吧 就是打工人的一个现状 我父亲到现在 我父亲二一年的工资 二二年的工资 在工地上干 他二年的工资到现在都没有发 就前天晚上的时候 他还刚给过他那老板打电话 两万多块钱 到现在都没有发的 去年中国过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不是回家了吗 回去了之后 那个县政府的门口每天都六七拨人 每一拨都好几百人 都是去要钱的 其中就有我的亲戚 对就没有办法 他们不是说去工地上班 他们就是在我们县城里边的一些工厂 然后打工 然后他们基本上就三个月一发工资 说是一个月 然后一直压 有的压三个月 有的压半年 一股中国前总理李克强说 中国有六亿人 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元左右 张公深以为然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相信这句话 而且我觉得可能 真实的数字应该比这个还多 张公自嘲说 他从小是个坏孩子 经常逃课 中学时 他偷了外婆八十块钱 买了人生中第一把吉他 从此开始苦练琴艺 买油饼时 他认识了一位琴行的老板 开始靠交吉他谋生 后来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校 刚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是挺困难的 我爸爸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 家里边一共 连零的钱 带整的钱 一共有 两万七千块钱 一共 我们全家的积蓄 两万七千块钱人民币 我爸就说 留一千块钱给我 你拿着这两万六千块钱 他直接甩到我身上来 张公是幸运的 学校成功了 规模越做越大 教过的学生有上千名 当然肯定你想在中国开一所学校的话 特别是办成这个叫注册完民办教育之后 它是有非常多的条条框框的 每一周每一个 就是每一周都要交很多很多的资料 而且他们必须要求你成立党支部 每个月要开一次党代会 哪有党员 你过的孤 老师也都没有党员 你开什么党代会 那不行 你的屋里边必须核心主义价值观 必须那套东西全部都贴上 少一样就不行 但是我的学校从来没有贴过 经营学校期间 张公认识了一位大哥 一个反贼的政治启蒙 由此开始 他对我很好 50多岁 然后他就会和我讲很多关于中国政治 包括中国历史 首先第一个六四 对 然后还有他之前他和我说的一个叫器官移植 我觉得这个是人不应该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相信 但是我就上网查了 我就搜集了 我就查查到了之后 我看哇 我说这都是真的 在这之前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这个他不公平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具体到他们每一个就是执法人员上 或者是具体到他这个什么县长县委书记 再往上就没有那个意识 太遥远了 对吧 上面的政策一定是为了我们好的 上面一定是想着我们老百姓都能过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从15年往后大概我讲了这么多 我自己再就是说去了解去分析去想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 其实并不是 然后他们其实是不能让你过得好 这才是他们的 绝对不会让你过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过了好了之后呢 你就会你的思想就会去想一些别的东西 对 如果每一个人都每天 那我们如果说每天都非常劳累 我得吃完上顿 我得想着下顿 我应该怎么去做的时候 那我整天就眼睛就盯着钱 我就要赚钱的 我养会一家人的 那如果说一家人就是吃饭 就是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 我生病了医院都免费给我看了 对不对 我孩子教育不用管送到学校想去啥都能学 那人他肯定他就该想一些别的东西了 他就会想我应该追求精神层面的这种满足了 那如果说他当这个所有人都去追求精神层面的时候呢 他就会反思很多 张公决定他必须离开中国 而且是一家五口一起离开 那我肯定会发表一些我的观点 还有我的一些音乐作品 这样的话我爸爸妈妈在家里边 他们是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他们绝对会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所以说我就不想把他们留在中国 那么能满足我这么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一家五口人 我爸爸妈妈 我的爱人 还有我的孩子 我们一起能一起来美国 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偷渡 写完酒继续出发 继续走 一把劫的 这趟平凡这路 就注定不平凡 注定不平凡 有好多话想说 但是 随后再说吧 几个大老爷们 都哭得很干啥 什么的 冬那个福建大哥 说 福建大哥说 就是到了美国 他就让我捡黄金 变这个黄金 我四块捡 我早知道要走这个鬼地方 我也不来了 给我再多天 我也不来了 妈的 拿命玩呢 我女儿也是哭了半个小时 她才懂事 说 从进玉林之前 她就害怕 一直也是硬撑着 有时那么多路走 起码一直也都是很坚强 今天晚上 我说实在忍不住 她说 爸爸我路上的时候 我就很想哭 很害怕 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 我不想 如果我哭了之后 会给咱们俩丢人 披心待悦 日夜兼程 2023年6月 在经历了困苦 恐惧和绝望后 张公一家五口 抵达美国 他说 用一个月的艰辛 换来余生的自由和幸福 值得 这个决定是绝对 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一个决定 而且是我做的 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不光是对我 对我的孩子 甚至对我孩子的孩子 这都是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来到美国后 张公发表了很多首 在中国时 不敢公开发表的歌曲 我看到的四季 在十四亿人的城里 我听到的绝望 此起彼此的声音 我见到了孩子 被泡沫和冰块包裹 过的深恋 我看到了妈妈 抱着丢失内藏的尸体 呼气 我看到了 写七句浮读的时候 写到 写到这个叫 这片土地从不缺少勇敢的人 当时我都流泪 就是说酷着写它 这片土地从不缺少勇敢的人 生活的大雨就了 就把亚迫当做习惯 而白金麦子十里山路 从不缓间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这种 当时像新疆大火 包括这个叫 孩子的那个 对 就是说器官嘛 莫名死亡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唱进去 不管是什么白症运动啊 澎泰州啊 包括在早之前的雨伞 这片土地一直都是有勇敢的人存在 七级浮屠发布后 中国安全部门的岳阳威胁随之而至 又到后来 他就动不动给我打电话 他们当时还说就是说 你如果你 你是不是在外边的那个推特上 你又发了一首歌叫七级浮屠呀 那首歌你看你这写的可直接是不行啊 你这个你要不删 后果很严重了 我说我说有多严重啊 他说你不删的话 你这个直接就是刑事案件 直接会判就行 我说我说我就是说喜欢写歌 我就写艺术的 然后那个人很有意思 我老婆在旁边听着 他说你看你那里边还写了一句 二百斤麦子十里十里 我当时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个人应该 应该也都是很了解 只不过说是工作需要 他才给我打的这个电话啊 然后呢我也拒绝了 我就非常明白 我说我不可能删的 我告诉你我不会删的 然后电话就关了 关了之后第二天 我老婆的所有的社交账号 全封了 就是今天打的电话 明天把我老婆的所有的社交账号 什么哔哩哔哩抖音啊 什么小红书啊 什么微信啊QQ啊 包括他的Q feature的账号 所有的东西全封了 然后我的是到第二天 这些所有的东西也全部被封 对 到现在啥也没有了 国内就是搜 搜张公也都搜不出来 张公问 我只想唱我自己的歌 你们为何如此恐惧 我就想把我所经历的这种 或者是我见到的 我听说的这种悲惨的这种东西 发生在中国的 21世纪发生在那里 一次一次打破我的认知的这些东西 我想把它记录一下 第一阵炸给被迫 第二阵炸给生活 第三阵炸给信仰炸给记得 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祖国 那如果有一天 中国网络防火墙全部都没有了 那如果到这一天的话 他们现在的这种执政党当局 会不会也就没有了 那么中国会不会有一个 就是说更崭新的一个面貌 向发达国家来靠拢的 那如果有这么一天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还能记得这些东西